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我们都知道 胆结石就是长在胆囊里的石头 怎么才能够去除这些石头呢 无外乎两点 第一种就是通过手术治疗 这种情况下 通常是连胆囊一通切掉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止疼 更主要的是 能不能通过药物将石头溶解再排除体外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显现出中医药的神奇了 中医治疗首先的鞭症 就是临床上通过对患者的症状 舌指舌胎 脉象等等对患者进行辩证 我们在临床中 常见症状有 你像肝瘀气质症 肝胆失热症 肝阴不足症 医学组治症 热毒内孕症等等等等 每种症状都有它各自的特点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 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月之前诊治的一位患者 这位患者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胆结石 当时胆结石是多大 是17乘11毫米 大家看一看 胆囊形态大小正常 胆囊壁光滑 胆囊内可见强回生 大小看一下 约17乘11毫米 随体位移动 后半生一人 胆症偷生尚渴 胆踪管内境正常 当时这是他体验报告的数据 这位患者还建议 又上腹偶遇不适 症状不重 睡眠不好 入睡难 舌苔略厚 舌边有齿痕 这个患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是由于肝于脾虚所导致的 肝于会见忧伤 有不适 舌苔略厚你 便有齿痕 说明有脾虚指症 脾虚气血生生不足 血不养心 胆气被扰 就会见失眠 入睡难 久泽就会形成胆气石 我给患者用的是什么方子呢 我给患者用的是 以树干里气 健脾养心为基础的方子 在这个方子中 又加入了消失化尖制品 用了两个月 齐月齐号做的检查 胆界石变位多少呢 大家看一看 胆界石大小 约11乘8毫米 然后胆囊切面形态大小 未见异常 臂不厚 囊内见强灰生团 大小约 看一下 11乘8毫米 可移动 后半生影 然后又是 肝内外胆管 五扩张 这是两个月之后 做的检查 胆界石整个小了一半 患者也很高兴 他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他认为不长就很万幸了 结果出来之后 他自己也感觉到很神奇 那么通过今天这个病例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有胆界石 胆囊歇肉 不要总想着 通过手术医了百了 有多少人 起到胆囊后 出现了消化不良 又上腹不适 顺眠不好 等等问题 但囊 毕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 而且是一个很有用的器官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轻易不要切除掉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